阿富汗风云突变 塔利班迅速拿下政权宣布建国 印媒表示印度错估了阿富汗形势 现在必须加强警惕 为何塔利班掌权印度会如此紧张 莫迪声称印度正面临扩张主义和恐怖主义挑战 印媒普遍将其解读为 暗指中国和巴基斯坦 印度四艘精锐战舰抵达东南亚 展开为其两越海外部署 并连续在南海周边举行演习 美媒盛散印度国产装备 并强行将其与中国挂钩 美国捧杀背后有何意图 印度又想在南海周边扮演什么角色 登陆军事制高点用数据透视真相